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台式 晚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第12期疫苗接种 第二阶段预约指挥中心 同步加开AZ第二季 和DNT第一季的预约对象 包含只要是在26号中午之前 完成DNT意愿登记的 30岁以上民众 以及在7月31到8月6号这段时间 已经接种第一季AZ的 41岁以上民众 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 都能预约 DNT疫苗开放全年龄开大 但打气始终不如预期 第12期第二阶段预约率 截至到26号下午1点为止 还不到7成 让指挥中心紧急宣布 只要26号中午前 完成医院登记的 30岁以上民众 都能在上平台预约 接种DNT限时20小时 而接种日期 则看各县市量能 最晚在11月3号之前 都能打得到 今天结算之后 会先暂停这个医院登记 直到13期规划的期程 确认之后 我们才会再开启这个医院的登记 符合资格者想打BNT疫苗 要赶快把握加开时机 同时41岁以上 已打完AZ第一季的民众 也同步加开 预约接种第二季 而针对75岁以上长者 停止至少一到两个月的 第一季疫苗施打率 追中心透露 接下来包含外展专案接种 或是常设接种站 甚至举办摸彩活动 都是可能规划的催打奖励措施 在某个假日的某个场所 固定会有接种站在那边实施 那谁到谁接种 优惠摸彩或什么措施 的确都是可以去往这方面思考 75岁上长者第一季疫苗 涵盖率停止在七成 如何催出剩下的三成打气 除了让接种病例性提高 仿照国外热闹举办活动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 接种不到